在日本拥有15个物业的收租婆林荣因子,如在当地买楼出租,在选择物业时而选择拥有一条农服务的地产商。 出租物业后面可以提供代管服务。他解释,有些地产代理公司不守法,代客人收取租金后,以各种不实的税项为由,黑扣甚至拖欠租金。他又建议,若找代管公司代为交税及保险费,最好每次向该公司领回收据。 此外,近年不少日本物业广告,指当地物业只需100万至200万港元。但他提醒物业再评,外国人也不可以投资移民方式到日本生活。 至于90后的郑家伟热爱投资英国楼,现时手上有9个英国苏格兰单位。他指出,当地不少人会买入楼花投资,但买入前应尽办法了解发展商是否可信。 而扣入楼花,通常只需缴付楼价一成作订金,于交流时再支付余下款项。 另方面,英国的物业业权分为永久地权及有租借年期的。 通常购楼都是永久地权,而有租借年期分别为125年。 999年或过千年,部分发展项目,发展商会提供租金保证回报,但他只未必可信。 且保证回报属短期。长远回报未必有保证。